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还累了什么都不管 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 暂停忙碌的打转 想脱掉责任感 想脱掉白衬衫 做些事让心情释然 不为别人认识自己喜欢 太多眼里的拼盘 想有人被存在是自找麻烦 不如自然 终于那自我的人最勇敢 面对最热爱的情绪 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 自由自在 那就更浪漫 想放假 像阳光想 疯狂 找一片蔚蓝大海 痛快充浪 找一个豪华巴想 用所有嗨个长相 放假 相接方向 分享 找一种开心电影 笑得很爽 找一群之心朋友 从黄昏了到天回了 那 各位 现在有我蔡吉利先生 在文家做护院 请多多关照 有什么吩咐尽量提出来 那你能做什么呀 我参照了梁家的十大规条 定了一个纲要 只要大家能遵守法则实行 我保证大家会平安无事 高枕无忧大 我怕到时候连睡觉都不安宁啊 不可以过午夜回家 午夜能去哪里啊 去新芳芳喝花酒咯 如果你去新芳芳喝花酒 偷偷摸摸地爬进来呢 我真的会把好人当小偷 照打步的吗 喝花酒 我才不会喝花酒呢 我吃完饭过一阵子就会睡觉的 黑漆漆地在外面玩很伤身体的 咦 这里还写着一条啊 不可以锁好门窗 为什么啊 我看看 是啊 蔡兄和姐啊 我都说过会引狼入室的 开锁窍门浪费时间啊 并不是这样的 大家不锁这个门窗 是方便 万一有什么情况 我就可以破门而入的嘛 哇厉害厉害 小意思小意思 在这里呢 我还准备了一些礼物给大家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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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用啊 俗话说 有事没事棍子在身 有棍子防身会安全点的 那这个灵呢 这个灵呢 是给老太爷用的 老太爷 只要你想见我的时候 那我就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那我先试试啦 好啊 那来啦 哇 好厉害啊 哎呀 哎呀 吉利先生 你可真细心哪 哎呀哪里哪里 老太爷请坐 来 来坐坐坐 他细心你要小心了爷爷 你晚上起夜的时候啊 一定要高叫 我是去小便哪 嗯 不然被他打死都不知道啊 哎呀哪里有那么夸张啊 才行啊 你用心点在这里坐吧 哎呀是吗 等着瞧 喂 嗯 哎 哎 呗 文夫人 早上好 早上好 吉利叔 这些是给你的 你堂堂的一门之主 一代宗师在这里做护院 真是太委屈你了 那这些是你双辈的工钱 但是投款也好 奖金也好 门口在那边 自便吧 镇长 镇长 你为我主持公道啊 什么事啊 我被无良谷主解雇啊 这件事是这样的 文先生他请我去他家里 做看家护院 结果我被文夫人无理解雇 我都没做错事啊 那人家有没有发工钱给你啊 那就有啊 而且不止双倍啊 但我看中的不是这份工钱 我最想要的是个工作啊 那文夫人她是怎么说的啊 她说 我们又没有合同 口说无凭啊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口说也真是无凭啊 哪个说口头协议不生效的 文某一诺千金 你放心 整件事情只不过是个误会而已 我绝对不会解雇你的 文先生 你就是我激励心目中的英雄啊 我 我太谢谢你了 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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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 那 读书人最讲信用的口头协议 一样可以生效啊 那 现在怎么说啊 那就是说又有工作 又有钱拿了 文先生 我们回家吧 打扰了 打扰了 回家了 回家了 真是胡闹 蔡兄 请 文夫人 是文先生叫我回来的 石韵高 看不到 蔡兄 其实你有什么事可以跟在下说啊 文先生 我吉利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很清楚 都不可以靠关系走后门 一定要凭实力讲成绩的 如果不是 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吗 是 至于文夫人这样对待我 我是不会怪她的 那太好了 怪我啊 为你好而已 我可没有亏待你哦 是 我拿了人家的工钱 工作就一定会做好的 如果做不好 我的工钱拿得也不会安心嘛 我今天能够回来呢 这正如文先生他所说的 口头承诺 也有法律依据的啊 这次我就不会一时一个样子 这么不负责任 一下子就跑掉了 蔡兄啊 那你就好好地跟我夫人相处啊 是一定 夫人 大家好好相处啊 好 果然有你的 我一定会解雇你的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没没没没没 那就好了 魏先生 借本三字经来看看啊 有你好看啊 文 文夫人 怎么做护院守夜可以睡觉的吗 不不不是 哎呀 都是因为下午嘛 总之守夜睡觉是不对的 我 如果你觉得对呢 你就去跟我老公说 看他怎么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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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对了 对不起了 我下次不敢了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下次 我只知道呢 如果守夜睡觉啊 就是死罪啊 那 不要说我不尽人情啊 我给你三次机会 哎 要是犯了三次就要走人了啊 今晚算一次 没问题了吧 嗯 没有 吉叔从小到大 从没吃过这么多毒 看他的样子好像懂事多了 石叔公这次很争气啊 加油啊 石叔公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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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多猫的叫声啊 嘶嘶嘶嘶嘶 乱叫 嗯 斯 斯 白糖糕 果蒸葱 还有丸仔糕啊 是只最拿手的做法 用蜂蜜不用白砂糖的 阿星 阿星 你们全家都走了 还这么想念师叔 知道师叔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里 还有手艳好凄凉的 我好想念你们的 阿星 可难 朱再容 朱再容 静静 你干嘛 你干嘛 没事 撞鬼啊 嘘 小声一点嘛 如果让街坊们知道了 就说我是胆小鬼了 那你也真是胆小了一点啊 你没撞见过鬼你肯定不怕了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撞鬼了 你满桌子蒜蓉 又带着这么大串的佛珠 又带着大串的蒜头 瞎子都知道你是撞鬼了 还有啊 这把陶木剑如果让蒙功臣见到 还以为你跟他抢生意呢 有头发谁想做和尚啊 不怕老师跟你说啊 我真的撞见鬼了 而且不是普通的鬼 这个鬼 是阿星他们一家四口啊 哎呀 大吉大利 你别胡思乱想了 是真的 我昨晚值班的时候 在文家门口那里 见到有一栏东西 我打开一看 哇 里面的点心 全部都是客男最喜欢做给我吃的那些啊 如果不是他们有什么不色 他们的点心怎么会在那儿呢 哎 你别胡思乱想了 吉人自有天相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 你不要安慰我了 他们一定出了意外了 我刚才还在这里想 这些蒜头 我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如果我吃了 我跟你说 我又怕他们说我不计人情 不让他们接近我 如果不吃 我又真的很怕鬼的 鬼叔徒 我怕他们不舍得我 叫我去背他们就算了 哎呀 人家梁师傅过得好好的 怎么中人家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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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他们没死啊 啊 我刚才说话了吗 啊 啊 没有啊 他没有说话啊 是 你刚才说话的眼神这么闪烁 不像平时的你啊 啊 啊 我的眼神很闪烁吗 啊 啊 刚才凤姐哪里有说话啊 啊 对了 昨晚那栏东西你有没有吃过 我 好不好吃啊 吃过啊 你没吃过 我才发觉 那栏东西是可南平常做的最拿手的点心 不对啊 他应该没有死 听人说死人做出来的东西全都是用泥来做的 啊 昨晚我吃也没有泥味啊 他们应该没有事才对啊 凤凰 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不肯告诉我 是不是 啊 我说给你听了 凤姐呢 是因为请神问过 啊 是啊 是啊 我请神问过的 凤凰 你会请神吗 是啊 凤姐呢 以前有个花名叫做鸡酌米 他当然会请神啦 啊 凤凰 那就好了 你帮我请神吧 哎 你就帮他一次是不是啊 帮帮他 帮帮他啦 是是是 是帮帮忙啦 啊 哥别二叔不是这么清神的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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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师哥 吉利啊 你记不记得我啊 记得啊 吉仔是不是啊 啊 啊 师哥 你还记得我是吉仔啊 我当然记得了 你有很多名字的嘛 啊 傻福啊 瘦头啊 喊包啊 哎哎哎 哎哎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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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用说下去了啊 我知道你都记得了 你在下面还好吗 我好想念你啊 想念我 那你也不来看我 啊 过 过些些时候再来吧 我现在很忙的 对了 你现在在做护院嘛 对不对 是啊 啊 你怎么知道的 呃 我是鬼呢 有什么不知道的 啊 真的有鬼 我很怕鬼的 我最近总是说到鬼 你怎么那么胆小 自己下自己 世界上哪有什么鬼 坐下来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师哥 世上没有鬼 那师哥你在下面是干什么的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阎罗王已经立法了 现在死了的人 已经不能自动得到鬼的身份了 申请手续非常麻烦的 我正好是最后一批 师哥你运气太好了 还好你死得快 如果不是 你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不过师哥 你生前做了那么多好事 真是好人好报啊 是啊是啊 不要再说我了 说说你做护院做得怎么样啊 这份是我第一份工作 不对 应该是第一份 不用被人扣工钱的工作 我做得非常开心 不打算努力继续做下去 那就好了 鸡仔啊 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但是我的专长是 斗蟋蟀 下棋 老鹰捉小鸡 做护院 对我挑战很大的 做人呢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的嘛 我见到你可以自立更生啊 我死都瞑目了 师哥 怎么你一直都没有瞑目啊 是啊 我看到你啊 天天都这样 游手后闲的过日子啊 哎呦我怎么能瞑目呢 对不起了师哥 是我害你成这样子 不要紧了 我现在都看不到了 对了师哥 你在下面有没有看到晶晶她们呢 有 就在我这里了 他怎么在你这里啊 什么事啊 师哥你怎么了 师哥你怎么了 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来抓我了 牛头马面在哪里啊 师哥 你等一下啊 师哥 妈 快点 杀鸡败神了 干嘛那么高兴啊 因为有上帝保佑 所以啊 你给我的任务呢 已经功德圆满了 那个人肯走了 没错 他终于肯收拾包袱 走了 他怎么会改邪归正 浪子回头了 就是因为一叠白糖糕 早知道他这么喜欢吃甜品 我就买上他十几罐麦芽糖 送给他 让他走了 那也不行 白糖糕呢 毕竟是第一步 我还要请他喝一碗 迷魂汤 迷魂汤 嗯 那 等一下呢 你什么话也不要说 最重要的就是勾引到 他连老爸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行了 这种事情 我可是最拿手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杰鸡师叔啊 怎么了 杰鸡师叔啊 去哪里啊 找啊 那边来了几个窝寇啊 还是不要了 我先走了 哦 你先看清楚啊 什么 他们不过是徐福的后人嘛 赶着去扫墓的 别那么胆小了 来 过来坐 哦 哦 还是不要了 还是小心为上嘛 因为呢 那些窝寇信不过 看紧点好啊 啊 还没有跟你介绍呢 这位是密使臣呢 吉利哥 拜拜 啊 啊 哈哈 哈哈哈 啊 哈哈哈 她好像发现了我们 啊 多花一点点钱进贵宾厅 我们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 怎么知道她突然聪明起来了 啊 不过幸好是这样啊 要不是 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探签柜在西弄师叔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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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姐 你好 这位小姐呢 并不是真的姓蜜的 蜜史这个词呢 是阳文的说法 就是小姐的意思 陈小姐 幸会 幸会啊 幸会 幸会 陈小姐 真不好意思啊 我读书不是在欧洲 而是在潮州啊 潮州啊 这个女人好漂亮 不过没有我身边的这个漂亮 也不是啊 这女的确实很漂亮 施主公这次一定完蛋了 其实呢 陈小姐是很欣赏你的 是啊 所以这次专门叫我约你出来 介绍给她认识啊 陈小姐 你怎么这么仰慕我呢 其实陈小姐 并不是仰慕你 而是欣赏你而已 还是那个意思吧 你的优点呢 你的优点呢 就是行侠仗义 陈小姐最欣赏的呢 就是你这个优点啦 是啊 是啊 是吗 陈小姐 解笑了哈 这所谓熟能生巧的吗 不过陈小姐还想多了解你一点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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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如从我三岁死老爸那时候开始说起吧 我三岁那时候啊 三岁那年的事呢 我已经跟陈小姐说过了 说过了 那就从我七岁打死大灰熊那时候说起吧 哦 你七岁的时候打死一只大灰熊啊 是啊 那个大灰熊呢 其实是一条小狗的名字啊 哎 你没想看你这小狗啊 打死他 真的很难的 哦 他曾经咬过我好几口呢 你不相信啊 我大腿上还有我伤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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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下来 陈小姐呢 以后会看的 以后会看的 陈小姐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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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欣赏我哪个部位呢 啊 他从头到脚都那么欣赏你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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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陈小姐 哎 你别看我现在像个成功人士一样 其实以前他们都看不起我的 哦 是吗 是的 不过经过我一番努力之后 我才有了今天这样的 小小的成就啊 啊 总之陈小姐说到底呢 是不喜欢你做护院这份工作 所以希望你尽快辞了这份工作 是啊 到时候让你慢慢的深入了解他呀 嗯 原来他有阴谋的 想用美人计赶走师叔公啊 就你师叔公刚才的表现 世人都想赶他走啊 嗯 不行 我要去帮师叔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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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可我杀过来了 走我 走我 你走 啊 现在我们要转移他的视线 ий二三打�这张桌子 我先走了 毕丽辰 女人呢 千万不能追的 你追的话呢 你这辈子就变成老头奴了 对啊 你看看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天天都闲不了 还是不要学她了 你那份工作还是不要做了 工钱又少 福利又低 哪有前途啊 好了好了 你别走你别说 走你走 怎么样 你们没事吧 没事 现在怎么办啊 那个坏蛋在戏弄师叔公啊 算了 帮得了一次 帮不了两次 急书坚持自理更生 能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错了 随便她吧 有些事急也急不来的 以后要看她自己了 凤姐 你这张桌子 在哪儿买的 挺结实的 我也想去买一张啊 出事了 出事了 大家过来看看 出事了 出事了 什么事 你们过来看一下 什么人这么缺德啊 哎呀 是掌印嘛 你们小时候也这么玩的 有什么好紧张的 不是啊 是血掌印哪 不是写啊 是油漆 不是 你看看 血掌印写着的吗 写着而已 温先生 不好意思啊 可能是哪个家伙 在我走开的时候 竟然乱写乱话的啊 这不关你事 不是坏家伙 我想他 一定是来找我报复的 哎呀 儿子 儿子 你得罪谁了啊 一个叫 尸横遍野的绝世高手 哎 你怎么会有这种仇家呢 我也不想啊 你也知道的 做生意呢 很容易得罪人的嘛 那个尸横遍野啊 弑神批院的时候 要找我报仇啊 没想到 他那么快就会找过来了 不过不用怕 有你在吗 你现在啊 是我们文家的护院呢 现在是你发挥 你作用的时候了 那个尸横遍野啊 杀人无数的 不过不要紧啊 从来没有人见过 他真的杀过一个人呢 哎 你傻呀 见过的那些 都被他给杀了 哪里还有人 见过他杀人呐 没事的 没事的 那也怪不得 一直都没有证据 证明他杀过人呐 我不管了 现在保护文家的重任呐 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你不可以走的 啊 啊 啊 放心 保护文家 我要尽职尽责的 好好好 我现在准备一下 好好好 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啊 不好意思 你你你你没事吧 哎呀你匆匆忙忙 要去哪儿呀 你不要啊 我这个包袱是帮别人送去的 这就叫死地无银三百两 那那那那那 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你可别乱想乱猜的 你又知道我乱想了 哎 你经常在榕树头 那里说是非的吗 喂喂喂喂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也是榕树头合唱团的成员呐 一时不偷鸡 就说自己是好人 拜托啊 镇长 谁呀你总是说我没有用呐 那你也不总是说我会选买票吗 等等等等 轻者自轻 对 卓者自卓 现在翅膀硬了 独立了 不用考量师傅了 可以自立门户做护院了 不过今天我看你报个包袱啊 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这个包袱是帮别人送去的 哎呀还好现在有机会跟你解释 否则一会儿你该到处说我 说我太害怕 跑路了 没有事就好啊 不用这么慌张嘛 啊 努力做好这工作 千万不要给小偷打 若然背痛就好悲惨 我都不想送你中 送你中 哎呀我都说过了 他一定不会回来的 正所谓路遥之马力 哎呀他又走了 如果那个世衡遍野真的要杀过来 那怎么办呢 只有现在又失踪了 你是个男人啊 怎么能靠女人保护呢 夫人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有什么事不可以说呀 还有啊 你知不知道 雄性狮子是不干活的 他天天躺在那里 就等着娘子给他吃的 那就是做禽兽好过做人了 你怎么这么说啊 怪不得总在外面 被人家说你禽兽不如啊 举世最不好就是斩好你了 你干嘛好断断的 惹这么一个祸回来 听到没有 哎呀我把真相说给大家听吧 其实那个掌印呢 其实什么啊 那个掌印呢 这么深颜色啊 就证明尸痕遍野 气到火烧一样啊 你一定会把这里 弄得血流成河的 吴先生 你没有走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没有给足你工钱吗 哎 我走到镇上 无非就是去打探一下信息 听听有没有什么风声嘛 及早预防这个尸痕遍野 你没有走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 他们个个以为你贪生怕死 现在你回来了 在这里证明他们完全看错了 好 有你在这里就好了 我不用怕了 不用怕 不用怕 练武之人是出来混的 拜过关二哥 正所谓一字当头 脚底抹摇 什么 就是跑得快了 什么跑得快 哎 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想到了 怎么保护大家的安全的方法了 大家等我消息吧 好好 走了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当心啊 神经病 祈祷呀 是 我 没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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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为什么又找我上来啊 嗯 是这样的师哥 上次你不是说在下面不是每个都能做鬼的 我想问一下 那不做鬼在下面能做什么呢 嗯 岂有此理 做人怎么可以没有志气 有人不做想做鬼 哎 不是我不想做人了 现在天不让我做人呢 吉仔 做人不成 做鬼不灵 你不放弃 就没有人能够赢你的 哎 就好像你下棋一样 当你只有最后一步棋的时候 你死抓住那棋子不走了 就是啊 你只要永远不放手 就永远都不会输 为什么你要去做鬼啊 你现在不可以这么想 是啊 师哥 你提醒的太对了 我下棋的时候 永不言败 就算走到最后一步 我就死死抓住 不放手 永远都不妥协 虽然这爸爸有点赖皮 但我那样就不会输 最多打平手嘛 嗯 嗯 鸡仔啊 以后你做人呢 一定要踏踏实实 好自为之啊 师哥 谢谢你的鼓励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令你失望的 师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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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个人把他弄脏的 就把他去洗干净 我想那个尸横遍野 应该不会拿块布来报仇的吧 尸横遍野这个名称 你不觉得很俗气吗 怎么你不起一个 风中散发判官神 又或者是雨夜千人斩呢 我怎么知道 哼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啊 你看一看这个手掌印啊 跟你的手掌大小形状 甚至和指纹都一模一样啊 这个人人都差不多的啊 可是你的手指头是内凹外凸 所以你想想 这只手掌印的手指是特别的短 我 你再这么说下去啊 就是侮辱你爹我的智慧啊 我只是不想让吉利在这里白吃白住 还要付工钱养着他 我只是想赶他走而已啊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那要是说没有用可以写出来啊 啊 那 如果你真的想跟我沟通 一定会想出一个好办法 对不对 事到如今都被你识破了 要杀要管西庭尊便啊 这回要跪多久啊 我不会怪你的 那你想怎么样啊 我不想怎么样 老爸你 你记住了 这个掌印别那么快去洗掉 掌印别这么快洗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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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啊 嗯 哇 为什么我这么没用啊 这么没胆量 这么没胆量 面对挑战呢 嗯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为什么我要怕你呢 嗯 嗯 如果 有胆量 就不用怕这掌到处讲我 我就不做护院了 就不会惹出这么多事来了 啊 我为什么要怕这掌啊 嗯 哎呀 看来师叔公真的是无药可救啊 噓 嗯 喂 他发现我们的快点走啊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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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不能走啊 快走啊 不能走 走啊 不能走 我让你们走 不能走 你这个冤鬼 你这个冤鬼 是你害我整天让人笑的 我想也是为了你好 嗯 他还以为我们是鬼啊 哇 师叔公现在连鬼都不怕咯 是啊 他怕被人笑比怕鬼多 是好事啊 是好事啊 这回他有得救了 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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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公好厉害啊 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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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拉开他们吧 不行啊 现在去拉开他 他久醒了我们就穿帮了 冤鬼 知道我厉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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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完了 一个冤鬼 不要紧的 我们四个是鬼嘛 我们去吓走他就行了 我打死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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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冤鬼来得对了 我一次把你们全部抓住 让街坊林语知道 我没有说谎 我是不怕鬼的 看来晶晶没有骗我 地球真的会转的 是叔公这间房间乱七八糟的 我们收拾一下吧 不行 这样他会以为是鬼帮他收拾 连回家都不敢挥了 嗯 我有个方法 物极必烦 嗯 为什么我房间里这么乱 来来来来 吃早饭 为什么不等我 我有没有迟到 谁知道啊 一晚是没回来 还以为你又逃跑了呢 那 我好希望你收回 又逃跑这三个字 因为 我从来都没有逃跑过 你没事咯 财兄啊 其实你不想留下来 我们也不会怪你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权选择 怎样终结自己的生命 凭良心说 你挨到今天都没有跑 真的出乎我们的意外 佩服 那老实说 本来我曾经想过 神不知鬼不觉的走 被人继续怀疑 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不过 今天这件事情 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证明我 不是贪生怕死 所以我决定 回来吃你们这顿早餐 随便啊 那 最新通知啊 你们吃完早餐之后 马上离开这间屋子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你想怎么样 你不会是想趁着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 把这里洗劫一空 然后逃之夭夭吧 你想都别想啊 那你这个人啊 非要把我看得那么低啊 你以为个个都像你那么贪钱吗 我已经想到办法 怎么解救大家了 我也相信吉利叔的为人啊 那你难道想放火烧了这里 然后等失衡遍野来报仇 不知道去哪里找 这样大家就不用死了 蔡兄啊 其实真的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考虑的 想想 以前的我或许会 不过此时此刻的我 已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太吉利 哇 好厉害 当你们走了之后 这里 就只有两个结果 就是 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 这么说我们家 怎样都要变成凶宅了 温老太爷 你真的这么放心 把房子交给我 当然放心啦 吉利啊 我知道你是行的 我 有没有别的路可以选啊 你不会是想退走吗 不是 我只是不想 打开杀戒而已 死有众如泰山 青如虹毛啊 如果万一 我有什么三成两端 妈 你看这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记得带把大点的秤给我 要秤着我有多重 蔡兄啊 也不需要那么伤感的 我相信这次 是表现你自己的机会 你要给自己信心 嗯 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这一次机会 是 只不过 我觉得虚名 对于我来说 就好像是过艳烟云 你想想 我都一把年纪了 是不是应该 将这些虚名 让给更加有需要的人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只不过 我绝对相信 这次之后 别人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说得对 你要努力啊 你放心吧 我并不是担心 我打不过这个世衡遍野 哦 我只是觉得 无敌 是最寂寞的 哈哈 那你放心 有时无敌也未必寂寞 寂寞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一顿用不用吃那么多 连下辈子的都吃了 就是 也不是我玩他 还是他玩我 让我们全家一起走 不如我留下来帮你忙吧 好不好 找不到叶行一啊 哎呀 上次寄书跟小朋友一起玩 扮什么东赢忍者 不要管那什么叶行一了 师叔留了一封信 我也不知道写什么 你看看吧 岂有此理啊 怎么了 你怎么板着一张苦瓜脸啊 寄书写的 他信上不会说他要去自杀吧 没有 哎 师叔公说 当年阿公想烛霸出师门 是因为觉得他没有学武的天分 后来是师叔公说 保持堂缺个跑腿的霸才能留下来 哦 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吗 哎 你用不着现在才伤感 不是时候 喂 那你呢 干嘛发抖啊 原来我上次出风枕啊 都是因为师叔公在我的菊花茶里面 放了些蜜糖 他自己想喝菊花蜜 那时候不承认 现在才来认错 那你呢 我都说了上次那药 不是我错放在白子柜的 搞得哥哥都不相信我 嗯 你说他留下这封信 不停地认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他想着离家出走 嗯 可能是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吧 那也算他有进步了 起码懂得承担责任了 但是他能写这封信 自己已经预料到 对着这个失衡遍野 已经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是啊 他做事很没自信 这就叫自知之明啊 所以他这次一定要赢 如果不是 他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 不是吧 我 我没有理由这么胆小了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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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只老鼠 跑到别处去了 去别处找一下才行啊 哎呀原来你在这里 我 我真的儿容了 我听不到老鼠叫 怎么找老鼠啊 不行 我还是买老鼠药好了 大人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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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无功了得 我史横遍野 并非浪得虚名 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较量一番 误会了大侠 我们这里的街坊 全都是蠢牛的 你 不信你问问他们 天地名剑 天地名剑 天地名剑啊 天地名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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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他不敢打呀 我猜到了 不过如果这次不打呢 以后他想起又会没自信了 那不就跟以前一样 我们岂不是白飞心机啊 再紧要关头 再多两次机会鼓励他 好 我再来一次 我看不清 看不清了 天上人间 从来没有一个 敢向我先出手的 你是第一个 误会了大侠 我根本没有动过 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你的身上 勇气很厉害啊 你说我放屁啊 没有 大侠 我没有放屁 我没有放屁 不信你闻吧 你闻 你去死吧 你的铁布衫好厉害 我受重伤了 赶快找人救我 大侠 误会了 好厉害的铁布衫啊 我不知道 你会突过来 所以我挡了你的 就不好意思了 我穿的这件不是铁衫 是布衫啊 布衫啊 你看 你看 你看他说什么 要找人来救你 大侠 大侠 尸横 尸横遍野大侠 尸横遍野先生 尸体 此尸 尸 尸骨 没用鬼 喂 喂 起来了 吃饭了 你老婆跟人跑了 嘿嘿 你吃的白饭太多了 你以为我的铁布衫是浪得虚名吗 嘿嘿 你去死吧 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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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 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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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过了没有啊 鬼啊 痛不痛啊 嗯 你明知拳脚无眼的嘛 还合谋来戏弄我 你看 搞到自己 多不值啊 文先生也是的 还帮你们 哦 师叔公啊 说完了整件事是为什么 你还觉得我们是在戏弄你啊 你们误会我 就跟我说嘛 你给个机会 让我来解释才是嘛 我们这叫误会啊 嗯 不然是什么 你们以为丢下我一个人 我就生存不了了 大家看到了 大敌当前 我一样无所畏惧啊 不像你们想的那么差 你是没走 不过但是 不过但是什么 没事啊 还不是我拜让你 啊 什么让我呀 这些是我蛊惑人心 有敌深入 再来一个闪电反击 不过你这次的表现呢 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算是这样了 什么算是这样啊 我这个人平时身藏不漏的 故意装疯卖傻 怎么打来迷惑那些潜在的敌人 嗯 既然你已经露出了你的真面目 以后就不要再装了 做回自己吧 威猛大将军 威猛大将军还没有死啊 大将军 大将军 快快 你又在告诉他 快快快快 让我找到威猛大将军 我一定拔了他的牙 不能让他整天笑我 奇怪 快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